在古印度的习俗 父亲的执意是做什么的 儿子就做什么 有位商人 他的执意是到大海当中去取宝 在一次的海上航行当中 不幸地延死了 这位商人的妻子因为担心 儿子未来出海寻宝 也会丧失生命 于是就骗他这个儿子 也没有明说 他的父亲的职业是什么 后来这个儿子就透过了其他的途径 那么知道原来父亲以前是做航海的职业 到海中去寻宝的情形 那么知道这个背景之后 就准备离家前往大海去寻宝 那么临走之前母亲就哭着 舍不得他离开 这个儿子很生气 说为什么到临走 你还要说一些不吉利的话 那么两个就争执起来 这个儿子便说就便打他母亲 还用脚踢他母亲的头 那么后来到大海当中 这个船只遇到了灾难 就毁坏了 那么他也就淹死在大海之中 那么死了之后就堕入地狱 那么在地狱当中 就遭受到铁轮 在头上的旋转的这种果报 那么一转脑将就泵裂 肆意纷飞 非常的痛苦 每次他遭受到这苦的时候 他内心就想 这世间上一定还有很多 像我一样的 用脚踢母亲的这种不孝子 在这边受苦 那么他想到之后 他就发起了这种慈悲心 就希望这些不孝子 跟我一样受苦的这些不孝子 愿他们的痛苦由我一人来承受 愿他们都能够获得安乐 获得快乐 那么在他发心的当下 他头顶上的铁轮忽然就飞走了 他马上就投身到道理天 那么由这个观案我们可以看出 他只不过是发愿 想要代替一切对母亲不孝的众生 承受铁轮悬顶的这种痛苦 就能够以这样的功德 马上转身到道理天 学过军论的人都知道 要投到天界 需要广修实战 或者有禅定的功夫 但是这个伤人的儿子 他只是以菩提心的力量 就投身到天界 这说明菩提心的功德不可思议 那么现在如果我们发愿 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 获得无上的佛果 那么这种菩提心的功德 怎么不会广大无量呢 那更加的殊胜 所以我们念佛人也要发菩提心 那么菩提心的功德殊胜 那我们用发菩提心的有 我们就回向记 是不是 那么愿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事中恩下系三度苦 若有见闻者 习发菩提心 尽其报圣同生极乐果 不要看这个简单的一个寄送 你这时候就串习了一遍 就是练习了一遍 这个菩提心要硕硕的练习 硕硕的串习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一个方法 就是你每天做功课前 你就发四种识愿 这是我们汉地 中国的比较常用的四种识愿 你在做功课之前 不一定每个功课都要做 你能够每一堂功课 你都发个普遂愿当很好 不然你最少一天要发一次 就是你念佛之前 或是诵经之前 你就念诵识愿念三遍 一遍乃至三遍 那么念完之后 我们有回想 是不是 愿使功能做完佛进度 那又串习了一遍 这是一个方式 第二个方式就是我们去修那三种传承 观世圣地 发四种识愿 或者修七重因果 或者修自他交换 那么这些都能够硕硕的引发我们的菩提心 那么当你菩提心升起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很多事情迎刃而解 很多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会解决了跟众生的对立 或是一些烦恼 那么有菩提心的滋润 菩提心的功德 这些问题能够化解 因为具有菩提心的人 他的内心是调柔的 是柔软的 是慈悲的 那么米勒菩萨 米勒菩萨 米勒菩萨中文的意思 什么叫慈 就是慈悲没有障碍 是不是 他那个慈悲没有障碍的 慈悲没有障碍不是说 他有很大的慈悲 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就是说 有慈悲性他没有障碍的 慈悲性他没有障碍 所以发不提心非常的重要 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 不但我们自己能够到利益 我们也能够利益众生 第一个得到利益的就是 因为你发菩提心 虽然表面上好像我们吃亏了 有些事情 但是事实上 我们还是能够得到利益 那么接着是以三 十项慧分成三科 一解释名义 二天台三观 三应主开示 丙一解释名义 就解释实相 他的名称跟异议 这个表呢 第一个部分是略列异名 大略的列出 实相他不同的名称 实相有很多的名称 又名真儒 佛性 法性 如来障 法界等 那么实相呢 又可以叫做真儒 真就是真实不虚 儒 就是体性不变 那么真儒在有情之中 就叫做佛性 真儒在无情之中 就叫做法性 那么真儒是骗一切数的 又叫卢来障 那么卢来障 在一切众生的贪嗔痴 烦恼当中 隐藏着清静的卢来法身 又称为是自信清静心 那么法界 法界呢 就在事项上来说明 是指一切的万法 一切万法都可以称为是法界 那么就礼上来说呢 就是真儒之礼 那么真儒偏见数 无所不在 那么等 等就是还有其他的名称 我们说常住真心 那么自信清静心 那么这些都是 实相的另外一个名称 或是滴滴 滴滴也是 滴滴也是 好 接着总是要义 那么实相的要义 主要的意思是什么 就不生不灭 不生不灭 我们这个真心 是不生不灭的 我们现在心是生灭的 这是妄心 妄心是有生有灭 那么真心是不生不灭 不生 过去无始 这个真心 你去推到过去 没有个开始 没有个开始 那么不灭 不灭就是未来无中 这个真心未来不会消失的 很常的存在 那么现在呢 无际 现在是没有边际的 这是真心的向中 过去无始 未来无中 现在无边 那么灰山说 一切诸法中 心向极灭 必尽不生 那么的心 它是极灭不生的 这是不生不灭的意思 这是我们的真心 所以我们念佛 念念念念 念到专注了 就在深入 就能够契入 不生不灭的理体 那么第一步呢 就是我们念佛念到 妄想稍微少一点 减少 那么你最初要求 我们今天也提到 你不要要求没有妄想 你只要能够进步 妄想减少就好了 那么慢慢慢慢趋向 我佛号争动 妄想减少 那么慢慢慢慢能够念到一心 再慢慢能够念到三昧 再慢慢就能够趋入 这个不生不灭的理体 再慢慢呢 你正到无生法人了 那么就请你来当主气和尚 你就会带领 不是尽忠学位 是全国的同胞 都能够领着他们 那么好好的打活气 那么圣人来领中 那就不一样了 那我们都是凡夫 不过没关系 我们好好的努力 都能够达到一心不乱地 那么再来别名恶意 那么是第一个空有不恶 实相很多的道理 很多的意理 那么现在我们简单就讲两个 第一个叫空有不恶 那么这不同的意理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从不同角度切入 去认识实相 比方说随言不便 你用随言不便 也可以了解真如 觉出对待 也可以了解真如 这样一说就很多了 那么这边呢 举出两个重点 两个要点 第一个是空有不恶 空有不恶呢 就是说这个实相 是宇宙人生的事实真相 也就是一切诸法的真实相撞 也就是我们本具的真心 那么这个实相 不可以用有无去叙述它 也不可以用大小来计算它 不是凡夫的心理所能够想象的 也不是世间的言语所能够表达的 所谓的心形触面 言语道断 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 所以法尔经说 唯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 那么既然这么的时候 那我们怎么学呢 我们就是透过文字的表面 那么来叙述它 让大家去体会体会 透过文字去体会 这个实相的道理 那么第一个呢 空有不恶 那么实相呢 就是无相 无不相 那么无相就是离一切相 无不相就是记一切法 那么什么叫离一切相 就是能够远离一切虚妄之相 没有一相可得 所以叫做无相 但是呢 实相当下也是记一切法 也就是具足无量功德之相 没有一法不设 所以叫做无相 所以实相的当下就是无相无相 我们先说明了 我们先说明了 无相离一切相 这个无相呢 就是离一切相 也就是离一切虚妄之相 金刚经说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就是呢 事先一切的形象 比方三合大地 房子车子等等的生人妄相 或是呢 圣人凡夫的这个众生相 那么这一切啊 都是啊 缘聚则生 缘善则灭 因缘聚合了 他就生起了 那么因缘离善了 他就灭去了 是无畅败坏啊 虚妄不实力 所以说呢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那么这里呢 我们要注意的 就是呢 外相是虚妄的 但是呢 不是说啊 没有本体 他有个本体 有个本体 只要你不去执着啊 患有的外相 患有的失误 而能够从这个现象界 去了解啊 诸法信空的道理 这样子啊 就可以啊 见到实相的离体 如来的法身 所以外相是虚妄的 但是有个本体 有个不生不灭的本体 这是五相 那么其实呢 讲这个五不相的实相 五不相就是记一切法 即是什么意思 即 即就是不离开的意思 不离开 那么也就是呢 这个实相不离开一切法 不离开一切法 那么实相能够随缘显现了 一切的深入妄向 并非啊 完全无相 只要因缘合合 因缘具足 该显现什么相 就显现什么相 比方 做一张椅子的因缘具足料 这个椅子就呈现了 现出一个椅子相 那么盖动房子的因缘具足料 就现出房子的相状 由此可知呢 这个实相具足 无量无边的相 没有一法不适 所以呢 叫做五不相 所以说啊 这个实相五不相 就是呢 实相不离开一切相 任何一相 都是啊 实相随缘而显现的 那么实相记切法 也就是呢 实相不离开一切法 任何一法 都是实相随缘而显现的 那么实相五相是空 实相五不相是有 那么实相就同时 罢了空跟有 所以说空有不二 那么实相呢 虽然是离开一切相 但是呢 他的本体不空 虽然呢 是具足啊 无量的功德 但是呢 自信啊 本来空其 这就是所谓的 真空不爱妙有 妙有不爱真空 所以说空有不二 第二呢 万法皆如 随举一法 无非法界 就如同呢 我们 昨天 举的那个例子 你用黄金 来做这个器皿 器具 做成金项链 金耳环 金汤匙 各式各样的像状 那它的本体就是黄金 本质不变 那么 五不像 还有很多的像 是不是 汤匙的像状 耳环的像状 项链的像状 但是不离开那个本体 黄金的本体 那么 以这个 金器来讲 它都是黄金 学的音源所显现的 不同的器具 不同的像状 那么 万法也是如此 万法都是真如 所显现的 古人说 轻松脆逐 总是生如 绿柳黄花 无非般若 你看见的那个 轻松脆逐 就是真如的 离体 你看见的 绿柳黄花 就是十项波落 一切法都是真如 所显现的 那么我们也说过 这个真如 随着 揽缘 就呈现了 六种的法界 真如随着 清净的缘 就成就了 四圣的法界 揽缘 就贪生 是 清净的缘 就是这个 界定会 所以真如 它能够 随于显现一切 所以说 万法皆如 那么万法皆如 一切法都是真如 所显现出来 那么一切法 就不离开真如 那么真如 就是法界 是不是 所以随举一法 无非法界 这样听可能 还不太懂 是不是 可能问这个问题 大家还不太懂 那么就是 黄金 做的各种的器具 它就 每一种器具 就离不开黄金 对不对 因为它是 黄金所做的 你做一匹马 做一个汤匙 做一个项链 那么这些项链 马 汤匙 都不离开 黄金这个本地 那这黄金 就像真如一样 它就现出 马的形状 一个黄金的马 一个黄金的汤匙 一个黄金的项链 所以呢 这个各种的器具 不离开 这个黄金的本地 那么现在呢 真如随意显现 一切的相状 比如说随着染源 就 现出人道的法界 那么 现出人道法界的时候呢 就有人道的 这个 衣报环境 跟正报环境 正报环境 是这个人嘛 对不对 它的衣报 就是它旁边周遭的环境 它的房子 它的车子 什么种种的 这些都是真如 随意所显现的 那么既然是如此呢 这个人 还有他的车子 这个花 种种的 不离开真如 这个法 这个东西 所以 这些法呢 不离开真如 就如同 金汤匙 不离开黄金 金项链 不离开黄金 一样的意思 那么真如 随意显现的 这些法 那么这些法 都不离开真如 既然是如此 那么这些法呢 它就可以 代表真如 你看 这一根金汤匙 它的体 是不是就黄金 那么项链的 本体 金项链的本体 也是黄金 那么金项链 跟金汤匙的本体 有没有不一样 没有不一样 就是一样的 因为都是黄金的本体 它只是形状不同而已 但是它的本质 是一样的 那么真如显现了 一切的万法 包括一切的众生 比方在座的 那么听众 有多少人 那么这些人呢 本质都是真如 随意所显现出来的 所以本体都是一样的 那么你也可以说 它就可以代表真如 比方这个麦克风 这个麦克风呢 是真如所显现出来的 水音所显现出来的 那么麦克风的本质是 它的本质就是真如 你现在看到的 这是塑胶 这是一根铁杆 那是像而已 你说不对啊 师傅 它的本体 它是铁做的 不是 它有更加深入的本体 就是真如 那么这个麦克风的本体 是真如 这个茶杯的本体 也是真如 所以就的本体来讲 这两个是相同的 没有不同 那么是这个意思 那么它的 这个麦克风的本体 是真如 真如就是法界 所以这个麦克风 就代表法界 茶杯的本体是真如 也是真如 那么真如也叫法界 所以这个茶杯就是法界 那么既然两个都是法界 所以法界跟法界 能够互相的寒荣寒色 那么是这样的一个仪式 接着呢 秉二 天台三观 了解实相的道理之后 我们要修观 透过修观呢 增加我们的智慧 对这个实相的认识 会更加的清楚 那么这里呢 提到三地 天台中呢 依着三地去修观 就叫三观 第一个是真地 这三地啊 就三种的事实 三种的真理 透过三个方面 去了解 事实上真理一个 但是呢 现在我们透过三个方面 去了解真理 第一个叫真地 明一切法 就是明除一切法 这是诸法的总相 其实呢 这是修空观 一切法不离开空性 所以总的来讲呢 就是啊 总相来讲 就是明一切法 也就是呢 原生性空 离一切相 那么你去观 原生性空 你去思维 原生性空 思维离一切相 就是修空观 第二个呢 是俗地 俗地啊 就是立一切法 建立一切法 你看前面的明一切法 就是空 对不对 那么立一切法 就是有嘛 那么叫别相 为什么叫别相呢 叫差别相 差别相就多了 原型的差别非常多 那么这是原生患有 实际的差别 因缘所生 本体是空 因缘所生 它是患有 有没有错 但是是患有 虚患的 就像梦境一样 虚患不实地 那么这样就产生了 十界的差别 有十法界的差别 那么为什么 十法界的差别呢 因为过去 每个众生 他造不同的因 他感的果报就不同 他修五界十善 他就感人天的果报 那么修四生地 就感到阿罗汉的果报 阿罗汉的法界 他造十二五年的众志 就感到地狱的果报 所以十界差别就生起来了 那么这差别就非常多了 所以叫别相 那么这修假观 为什么叫假呢 假就患有的意思 患有的意思 那么一个是总相 一个是别相 那么总相就是空 别相就是有 总相跟别相合起来 就空有不二 空有不二就是中地 所以中地是统一切法 叫统色一切法 就是十相 那么十相就空有不二 也就是万法皆如 这时候我们在修中观 汇入到中到第一地 那么这三地的修法 简单讲是这样子的 接着禀三应主开示 第一段文 十相则法身离体 原理生灭 断肠 空有等相 而为一切诸相之本 最为真实 顾名十相 那什么叫十相呢 就是法身离体 就是诸佛的法身 还有我们的法身 我们的法身跟诸佛法身 是一样的 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正的而已 那么这个法身离体 是怎么样呢 原理生灭 断肠 空有等相 它是圆满的 离开 圆龙的离开 生灭相 断肠相 空有相 那么我们说 佛有三身 法报化三身 法身 指的佛的真如之性 它是无形无相 骗一切处 这叫法身 那么报身呢 报身就是佛的果报身 那么佛的果报身呢 就是仇报它因为 在阴地修行的时候 无量的功德 那么说 招感的向好庄严身 是一种万得圆满的佛身 这叫报身 那么在阴地当中 我们修建定会 在果地 你招感的果报不同 比方说 我们阴地修了 持了五戒 所以你现在就赶了 一个人的果报 那么你这个 杀到瘾 你赶到一个地狱的果报 或畜生的果报 你看人跟畜生就不同 对不对 那么它果报不同 就是它阴地的 这个业不同 业力不同 那么报身 就是佛在阴地修行 三大二身几节 累积六波鲁蜜 万德庄严 最后呢 就成就一个圆满的报身 像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那个奈尊佛就是报身 或是呢 东方流离净土的 药师佛 所现的身 也是报身 那么再来是化身 化身呢 就是佛 应众生的根基 那么所显现的身体 叫化身 比方呢 我们看到这个 释迦牟尼佛 他就是一个化身 或是呢 佛变化成 一个老先生老太太 乃是一只猫一只狗 就是诸佛不上的化身 那么这佛的三身 那么圆离 圆就是圆满不拼的意思 离开了生灭 什么叫生灭呢 就生起跟灭尽 有生必有灭 跟生死是一样的 而生死呢 是就着友情来讲 生命啊 是通于一切友情跟无情 都称为生灭 断肠 就断肩跟肠肩 断肩就是 他坚持 人死之后 身性不会断肩 那么 他是认为 人死之后 就断肩了 就没有这个事情了 人死如灯灭 这叫断肩 断肩 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 那么肠肩呢 就是认为 人死之后 还是做人 狗死了以后 还是做狗 这就是常见 比方说 二十年以后 还是一条好汉 所以不怕 他早饿不怕 这是常见 那么空有我们晓得 接着我们看下一段 此至实相 生否同聚 而凡夫二秤 有迷备故 不能得起受用 欲如一礼明珠 又不知故 不免贫穷 非曰 再迷凡夫 与正 真地是二秤 无此理体也 那么这一段告诉我们 这个实相的理体 众生跟诸法是一样的 没有差别 这我们不断地强调 那么来自呢 二秤的行者 阿罗汉 批斯佛 也有这个真如实相 那么只是呢 这些众生呢 还没有挣到真如一体 所以迷失了 不能够得到他的受用 就如同法经里面所讲的 有人到亲朋好友家去做客 那么去做客 大家就吃饭 喝酒 那么喝一喝 睡了 睡了就躺在地上 那么他的朋友 他的亲人有事要离开 离开之后 离开之前 就把一颗 这个价值连城的宝珠 放在他的衣服里面 缝起来 那么就离开了 那么这个罪的人一醒来 他不知道有这件事情 那么起来之后 因为身上没有什么钱 他就 他没有谋生的能力 那么他就到各地方 当乞丐 那么乞讨这个饮食 那么有时候呢 稍微得到一点东西 他就很高兴 那么师者给他包子 蛮头 他就很高兴 后来呢 遇到这个朋友了 遇到他的这个亲人 亲人就告诉他 你的这衣服里面 当初放一个宝珠在里面 你不晓得 那么找到了 那么就用这个宝珠 去购买很多的东西 从此享受无穷 那么就譬喻呢 二称的行人 他以往在大通佛所 这个地方 曾经种下大称的种子 但是呢 被无名所覆盖住 所以呢 不晓得有这件事情 他不晓得 他有成佛的可能性 后来呢 经由佛头方便开示 他就挣了大称的果位 因此得到大利 得到大恩的 那么是这个意思 接着 物者寥寥分明 如开门见山 波云见月 又如明眼之人 轻见归路 亦如酒瓶之事 忽开宝藏 先到这里 那么什么叫开悟呢 开悟啊 就是寥寥分明 开门见山 波云见月 你把这个门一打开 就看到很清楚 外面的景象 看得很清楚 这叫开门见山 那么波云见月 比喻呢 冲破黑暗 见到光明 那么 如明眼之人 轻见归路 所以我们晓得 什么叫开悟 我们也曾经提过 开悟啊 就是这个地图 你看清楚了 是不是 你从假地 要到乙地去 你这个地图 看得很清楚 你知道怎么走 这是开悟的境界 但是开始走了没有 还没开始走 他先看清楚地图 叫大策大悟 这就开悟了 一般我们对开悟 还是不明白 有些人抽象 什么是开悟 开悟就是地图看清楚了 务后起修 有没有 古人说务后起修 他开悟以后 才开始真的修行 那我们现在修什么 我们现在还没开悟 那有没有在修呢 也有在修 只是没有那么清楚 开悟的人 他非常清楚 我要怎么走 我能够达到 正务的境界 所以古人开悟之后 他不是出来讲经说法 度众生不是 他开悟之后 到这个山林水边 掌养圣胎 开悟之后 他赶快要躲起来 好好的修行 因为他进不了到正务 正务那才是俗胜 那么所以真的修行 很不简单 很不简单 那么这个开悟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明远之人清晰归路 那什么是正呢 我们看下一段 正者如旧路还家 习不安坐 亦如持持保障 持持账保随意受用 那么正果的人 旧路还家 那么是 就是旧路就上路的意思 他已经回到家了 回到家以后呢 不用再走了 安坐在家中 那么就好像 他拿到保障一样 随意受用 这是正的情形 正我的情形 再看最后一个总结 物则大性凡夫 人与佛同 正则出地 不知恶地 举足下足之处 是此物正之意 自然不起上漫 不生退去 而求生净土之心 万流 亦难往回宜 那么物啊 物就大色大物 大色大物的时候呢 大性凡夫能够跟佛一样 大性就发大菩提心的人 他已经大事大悟 他的贱人 贱地跟佛一样 但是还没到家就是了 那么正的人呢 正果呢 就是正的这个情形 出地不知恶地事 出地不上 他不晓得恶地的事情 都不晓得 因为恶地的境界在他上面 所以这个正物的境界 就非常的维系 那么同样是圣人 但是差一个阶段 就差很多了 那么认识这个物正的道理 有什么作用呢 印竹告诉我们 你自然就不会生起真上漫 为正为正 为德为德 还没有正道以为正道 还没有得道以为得道 这叫真上漫 你了解什么是物 什么是正 你就不会有真上漫的心了 那么也不会生起退去的心 你就知道 我要好好的修行 未来也能够得道 那么这样子呢 你会勉励自己 要求生净土 因为开悟正果不容易 那么这时候你了解之后 就万六末晚 那么怎么拉 拉不动你 你就决定了 要往生净土的这个情形 那么在明朝 有个禅师 叫金碧峰 他的禅定功夫很好 能够进入空定 什么叫空定呢 它不是正道空性 它是原空的这个道理 而入定的 这叫做空定 它是一种禅定的境界 那么有一天 这个炎龙王 就叫小鬼来捉它 因为寿命到了 那么小鬼来了 这个金碧峰 进入空定 把身体空掉了 所以小鬼找不到它 找不到它 没办法交差 就请土地公帮忙 土地公就说了 这个金碧峰 它什么都可以空 这个水晶波 它最喜欢的 那么你们两个就变作 一个变一个老鼠 那么玩它的水晶波 一个就拿铁链 准备它出定的时候 锁住它 那么这个一个小鬼 它就变只老鼠 那么这个金碧峰 在入定的时候 身体是空掉了 但是在定当中 就听到 这个老鼠 拨弄这个水晶波的声音 它看有什么声音 有老鼠在用我的拨 那个拨是它最喜欢的 它马上就出定 就说 谁碰我的拨呢 那么另外一个小鬼 马上就把它锁住 锁起来 那么金碧峰就说 你们来干什么呢 小鬼就说 你的寿命已经到了 耶罗王派我们来抓你 它想说 我禅地公布这么好 能够入空定 就说 你是怎么逮到我的 小鬼就说 你是假修行 还没有能够了生死 你对这个波 还有贪爱 那金碧峰就说 对呀 我就是对这个波 还有贪爱 既然呢 我要跟你们走啊 现在你们就把这个波 再给我看一看好不好 小鬼就说 好啊 那么给他看 有什么关系呢 就把这个水晶波 就交给金碧峰 那么金碧峰一看呢 就往地上一摔 把这个水晶波 摔破了 那么这摔破之间呢 马上啊 金碧峰就没有了 那么小鬼 再把这个铁链抖一抖 哎呦 怎么没有东西了 金碧峰消失了 那么这时候 虚空中就传来一个声音 说啊 要拿老圣金碧峰 除非铁链所虚空 若人所的虚空柱 再拿老圣金碧峰 这时候啊 他已经正入到空性了 所以说我们想的 只有进入空定啊 还不就近 他只是一种禅定的境界 还有烦恼 要正到空性啊 才能够断烦恼 才能够出三界 但是呢 要正到空性不容易 但是啊 我们可以经常练习啊 对空性的体会 怎么去体会呢 比方啊 透过学习啊 有关波罗的经论 那么明白空性的道理 或者啊 读诵心经 金刚经等等的 这些啊 都能够帮助我们体会空性 对空性啊 有所体会 就能够调烦恼 减轻烦恼 接着以示 举诵劝修 若有欲至佛境界 当尽其意如虚空 远离妄想极诸曲 令性所向皆无碍 若有欲至佛境界 佛有无量无边的功德 实力 事无所谓 十八佛功法 等等的 那么 这无量无边的功德 跟威力 是怎么来的呢 简单讲 就是三叶清净 卑制圆满 卑制圆满 佛的智慧的功德 三叶满 一切是道总治 跟一切总治 一切是呢 就是知道诸法的总相 了解空性 道总治啊 就是知道诸法的差别相 了解这个缘起 患有的这个意理 了解缘起患有的差别 那么一切总治呢 就是知道诸法的实相 就是了解空有博的这种智慧 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 真理 俗地跟宗地 这是佛的智慧的功德 三自圆满 那么佛的卑德呢 大卑性的功德 叫大卑圆满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 第一个旧的心 旧心来讲呢 佛的心是同体大卑 是冤亲平等 那么不管是冤家还是亲人 他都一律平等看待 而且呢 适如独子 他看每个众生 就像他的独生子一样 一样的爱护 没有任何的偏袒 所以呢 我们如果在佛祷告 佛对我好一点 我今天供养多一点 那么这个人欺负我 佛要帮我报仇啊 没有用 因为佛看每个孩子都一样 看每个众生都一样的 那么 不会有偏心的 所以你放心好了 那么 这个 佛不会有偏心的这个问题 那么就这境界来讲 骗一切众生界 对每一个众生啊 佛都能够将他的大悲心啊 这个 运用在这个众生的身上 骗一切众生 那么就这境界来讲呢 永无间断 佛的大悲心是没有间断的 不会说 这个时候 佛都要休息了 大悲心暂停 不会停 二十四小时 要不然你怎么办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你在美国白天祷告 在台湾是晚上啊 那佛说 对不起 我现在打烊了 那么 你明天早上九点开始 我五点下班 那么你这样 这样就不行了 所以佛陀是二十四小时 那么照顾众生 他大悲心很长不断 这是旧的时间来讲 那么 如果 有人想要知道佛的境界 那怎么办呢 当尽其意如虚空啊 你要清净 你的意念 我们看这个虚空啊 干干净净 清净爽爽 明明朗朗的 没有任何的杂质 所以我们必须要 清净我们内心 就如同了虚空一样 远离妄想及诸曲 妄想就是虚妄分别 就是用这个虚妄颠倒的心 去认识一切法 它是一种执着 诸曲 诸曲就是直曲 执着的意思 那么黄文经说到 一切众生 具有来自为得相 但是呢 因为妄想执着 而不能证得 那么我们有妄想之中 就不能够证得 佛陀这种功德相 智慧相 那么现在呢 我们要远离妄想跟诸曲 就如同啊 干净的天空一样 没有任何的云层 另性所向皆无碍 所向就是接触任何境界 所向无碍就像干净的天空一样 没有障碍 如同呢 千香油水千江月 万里无云万里天 那么千江油水千江月 这个月亮就像佛性一样 那么千江呢 就如同众生 我们看江啊 不分大小 只要有水 当中就有这个月影 那么人不分贵贱 每个人都有佛性 佛性在人的内心当中 无所不在 就如同啊 月照江水一样 无所不应 那么任何一条江河 只要有了水 就会有明月 任何一位众生 只要他有心学佛 他的佛性啊 就会显现 万里无云万里天啊 那么天空有云 云的上面是天 只要万里天空啊 都没有云啊 那么万里天上啊 都是青天 那么这个天呢 可以把它看作是佛性 云啊就是烦恼 烦恼断静 那么佛性 这个真如自信啊 自然的就能够显现出来 所以说呢 远离妄想极诸曲 令心所向皆无碍啊 这个就是佛的静静 也就是呢 正的诸法实相 那么佛的实相智慧 是怎么样正的呢 就我们先面所讲的 你要以出离心 跟菩提心为基础 那么念佛人怎么办 那我就这样念佛 我能够正到诸法实相吗 可以 也可以的 你用功就可以 这里我们举一个例子 在宋朝呢 有位太唯法师 他小的时候啊 就依止 这个浙江前堂的凡法师出家 那么他的师父啊 第一次教授他 阿弥陀经的时候啊 他就能够背诵了 等到呢 他受了去祖界之后 他就发愿了 闭门念佛 发誓呢 要做一个 永不退散的出家人 因为到基础世界就不退散 表示啊 他要求生净土的 这个意愿啊 非常的强 那么有一天呢 他在后山散步 忽然就听到这个笛子的声音 听到这个笛子的声音之后 他就豁然开悟了 那么他因此啊 就买了一只笛子 收藏 那么可能是他要感谢这个笛子吧 那事实上他是一个因缘了 有这个因缘触动他 开悟了 那么当时呢 有位姓林的官员 也是修学净土法门 那么这位官员啊 他就称呼啊 太阳法师叫做净土乡长 乡长 就是那个什么乡什么村啊 有村长乡长 他就称他叫净土乡长 那么有一天呢 这个 信林的官员呢 敲门 敲门 就说净土乡帝来拜见你了 那么这个法师就回答说 可以等到净土再相见 现在啊 念佛正忙着呢 那么就没有开门去招呼他 隔一天早上 大家很奇怪哦 他怎么没有出来吃早灾呢 就前往去探视 去的时候只看到 他的笛子 波啊 蚕蚁啊 等等的东西啊 都已经被火烧掉了 而这个太阳法师呢 就解佳扶着啊 在地上 做化往生 做得走的 那么从这里呢 我们就晓得 这位太阳法师啊 他念佛开悟了 这个传记里面提到啊 在净土圣贤录里面提到这个事情 那么为什么念佛能够开悟呢 因为啊 我们信愿持命念佛 就能够呢 以凡夫心投佛绝海 我们是以这个凡夫的心啊 投入这种佛的大绝海当中 你这句 你的心 嘎弥陀佛相应 就投入啊 佛的这种大绝海当中 所以能够啊 潜通佛字 暗和道妙 另外呢 我们说到 这个一心不乱 一心不乱有两种 是一心跟理一心 是不是 那么 随着是一心不乱 你念到四心不乱 我会大致说 就是啊 能够啊 辅助烦恼 或者呢 除去烦恼 乃是啊 断境 见识烦恼 这叫四心不乱 那么理一心不乱呢 就是啊 你能够啊 见到本性佛 这叫理一心不乱 所以我们看 理一心不乱是高没有错 但是呢 你还不用到理一心不乱 你到世心不乱就可以了 世心不乱呢 世心不乱呢 最起码 它能够辅助烦恼 再进一步呢 它能够断除烦恼 那么断除烦恼就是开悟了 比开悟还高嘛 它正过了 所以念佛是可以开悟的 原理就在这个地方 那么 下一堂课 是这个 问题答复 问题答复 是有一些 不过呢 我们这个后面 一部分没有讲完 所以我们现在 下课 大概也是十分钟的时间 那么我们继续呢 将这个 后面的部分呢 再加以说明 好 我们下课 下课